呃,各位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维城小花姐想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哈,我们密宗里面哈,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师哈,莲花生大士,他所做的一篇呢,解脱文哈,可以讲他讲述出来的经典,叫无然洁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 好,那这个过去我也修过哈,这个密宗哈,宏教密宗,林马聪哈,林马帕这边的修持,啊,当时以莲花生大士哈,哈,的法哈,在修持,那所以自己感受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一篇哈,无然洁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那其实在我们得到那个 宇宙根本大法,佛神大法,这个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到,啊,这其实有非常非常的感触哈,这个就是说,其实啊,这篇呢,无然洁性呢,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呢,其实会直接呢,也是很直接的讲到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心性无佛性无,啊,这个波弱自行哈,啊,这样的一个,一个内涵哈,啊,很浅显的,啊,这边点出来,啊,其实这一,这一个,这一篇呢,啊,这一这样的文章哈,啊,啊,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哈,那个,不管你修显教呢,密教的哈, 哈,不管你,反正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界里面来讲,啊,这篇文章,应该要好好看哈,要好好看哈,啊,所以我看到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有哈,有印了这一份的,这个,这样的经文哈,啊,啊,接着所说的哈,流传下来,啊,啊,我们就称为经文哈,啊,那其实他是在八世纪哈,啊,八世纪里面,印度哈,这边,啊, 啊,纳兰陀世也,也主席过,啊,他是一个银尤真,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哈,从来没有留下这个记录,我想一个银尤真的那个内涵就如此,啊,然后那个,当时的西藏的藏王啊,啊,赤松德正也邀请他进去哈,跟那个大法师吉父,也邀请他入西藏,啊,真正把这个印度的显密教,啊,真正传入西藏了,啊,就是这个 莲花生大士哈,莲花生大士,啊,这个是一个成就者,真正的成就者,所以他在讲到这个乌兰杰星直观之行解脱之道了,其实我自己在过去获益非常多,那今天为什么,啊,在我得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传承的这个,啊,佛城大法呢,啊,这个大法,啊,的时候,啊,还要把这一篇拿出来, 就跟我们前面在解金刚经,啊,法华经,跟华严经一样,啊,那这一篇的文章,各位当然可以仔细细看啦,你看过一篇很短的一个文章,你仔细看来说,你如果有稍微色列一些,啊,不管你禅宗也好,啊,密宗色列,啊,然后,啊,你也修习过其他的,啊,这个法门来讲,回过头来,你看到 这一篇文章,啊,这一篇文章,啊,这个经文,啊,其实你会豁然开朗一些事情,啊,啊,佛性,啊,这个节性,啊,也满,啊,啊,这个本质也满,啊,这个,啊,就跟心经讲的,啊,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啊, 啊,不受污染,啊,比如说莲花,啊,莲花一般的不受污染,你的本性,啊,你真正的,你自己节性,啊,就是你真正的,你啦,你本身,啊,你的佛性,啊,啊,其实可以讲具体一点,就是你的本节,你的佛体来讲,佛啦,就是你的如来智慧,啊,其实讲的就是你自己,啊,那因为现在大家呢,做一个人呢, 说一个人,啊,啊,你在想到说,哇,这个罗汉,啊,菩萨,啊,这个佛啊,如来,啊,高不可攀,啊,啊,所以,就有所谓的修行的次第,啊,其实在莲花生大师的这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的是破掉这些次第,啊,修行次第,啊,他指指人心,指指你的什么心,那个心性,那个心意什么,就是你的, 啊,这个佛性本节啊,这个乌兰结性,你那乌兰结性,其实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在借用这个像莲花生大师的这一篇的乌兰结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回过头来,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宇宙根本大话,他打开来的,他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啊,你听下去就知道了,啊, 其实,啊,很多的赞叹,啊,很多的赞叹,啊,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称这个莲花生大师为第二佛徒,啊,他在西藏,啊,建立了所谓的佛教,啊,这个密教,啊,这个系统以后,他把这个显密教的那些,精药,啊,非常不可思议的那种修炼,啊,带进西藏以后, 当然,完了以后,他又去引游了,啊,所以也没人知道,他又到哪里去了,啊,我想一个,所谓的成就大师,他所视线的方式,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啊, 啊,各位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他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一个精神,啊,慢慢的知道,为什么要引游,啊,引游,啊,那,这个,所谓的无览结性这一部分来讲,啊,解释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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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然后,他一讲到说,所谓的,所谓的,嗯,这个八万四千瓦门,啊,其实都在里面,啊,都在里面,不止,啊,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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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你在佛教界,呢,不管你修持了多少东西,啊,其实,不出于这个无览结性,啊,不出于你的自信,啊,全部包发在里面的,啊,一切,整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啊, 都照着,啊,说一切,啊,不管你是,这个,啊,非常明洁,啊,非常明心见性,啊,洁性,啊,这个明洁,啊,或是你,啊,这个,所谓的,啊,所谓的无明,啊,啊,所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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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明,这个东西,啊,其实, 原自于这个,你的本性,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观理念,呢,其实很多事情,啊,啊,整个自然解脱,啊,自然解脱,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啊,一个,啊,其实闲密都可以的,大家可以的修持方式,啊, 这种观是非常直接的,啊,非常直接的,因为它解开了很多的谜,啊,啊,所以,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一直,其实过去在修持密中的时候,也是以这一篇,啊,为主要的,啊,其实,因为之前也修过禅宗,所以明白禅宗在肚目上,肚目的理,啊, 啊,当然,我修了大法,以后,宇宙根本大法,以后,直接,啊,印证了,印证了非常多的天机,啊, 包含这些,啊,显密佛教的修持,啊,包含你说西方宗教他们讲述的一些经典的秘密,啊, 啊,其实在,啊,大家如果得到这宇宙根本大法,这开天霹雳唱造宇宙,啊,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的时候, 你会知道,啊,人世间的一切,啊,包含这些所谓的,这些,啊,这些诸佛,啊,如来,啊,下世,啊,东西方包含老子这边,道家的这边,啊, 啊,所有所有的修持,所有所有的整个人世间的一切,啊,三界列创造的一切,这些成住坏灭的这些的一切, 所有一切,最后最后的最后的一切,最终的答案都解开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大法来解这些各家经典呢? 虽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千万的,亿万的,修炼的法子之一,啊, 啊,但因为修这部大法以后,打开来的境界层次超过大家想像,啊,因为它是宇宙根本,啊,啊,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 它创造了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众神,啊,神,啊,无量的世界,无量的天体大穷,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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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啊,所以它贯穿下来所解开的谜,啊,超过想像,啊,但在人间的语言呢, 却,啊,在传承,似乎这个所谓的传承中,却能够这样很明白的,啊,用人间的语言解开这么多的天机,更大的天机其实在另外一个空间解开,啊, 那,光是人这边的解开,就已经直接,非常了当,直接了当的,直接解了,啊,直接解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其实,啊,我们对应于所谓的,我们刚才讲过的很多,我们在释迦摩尼的教法里面,啊,包含这个 连幻生大师,啊,连幻生大师,啊,连幻生大师,被称为第二佛陀,啊,可见大家对他的这种,啊,敬仰的层次,啊,那,尤其这一篇,无览结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连幻生大师的,最惊讶,最惊讶的制作,啊,他在讲法中的,最重要的制作,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啊, 啊,大法,啊,这个创世主,这样的传承里面,啊,他也介绍过,啊,密宗的,包含那个谁,啊,就是那个,密日日八,啊,也给所有弟子,去,去学习,啊,去看,一个,所谓的,这样的白教的,一个修炼密宗的,一个白教的修炼者,啊,他的修炼过程,啊,从造了无数业,一直到一世成佛,啊,啊, 一生就成佛,啊,这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呢,留下来的传奇,啊,当然就是,非常不可思议,啊,但里面的禁要,呢,也许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讲讲,啊,这密日八串,啊,那,无览结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其实,非常,非常的殊胜,啊,非常殊胜,那我们今天来解,其实,啊,主要是说,大家明白, 这个,你的自信,啊,你的无览结性,你的佛性,你的本体,在道家来讲,我们讲的表面,最表面的浅显的,就是你的言神,啊,你的言神,当然深层的空间里面,还有不可思议的,啊,无览结性,直观自行解脱,当你明白你自己的自信,就是这个诸佛如来的自信的时候,不可思议,啊,人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对啊,啊, 啊,其实怎么讲,啊,我们的大脑所想的很多东西,啊,用人心在想很多事情,啊,这个就是人心,啊,在那边追求东西,啊,但追求东西的根源,就是你这个结性,啊,还有更根源呢,就是你的结性存在,你才能在这个空间活着,啊,不管你在怎么照做,啊,这些东西空虚的,啊,一下就不见了,啊,所以快乐一下子,就快快快,一下就不见的了,啊, 啊,当然还有很多啦,包含苦恼,苦恼,其实你,你怎么苦恼,啊,啊,你想想,你追根究底到最后,你会发现到,啊,那是,都是一般的笑话,啊,啊,所以,所以很多事情,啊,你能看得透的时候,啊,你自然能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啊, 啊,当然无,无然结性直观进行解脱之道,其实,媲美于禅宗的动物,啊,从这个理解,这个,这个法理的解脱里面,啊,哇,不得了,你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禅宗的动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件东西,啊,禅宗的动物,啊,跟建物,其实在动物这个东西,啊,一样无然结性直观自行解脱,无然结性,就是佛性,啊,就是你的剥落智慧,啦,剥落剥落蜜,啊,其实说, 都在其中,啊,这,这其实在我们前面,在我们跟各位介绍到,那个,所谓的明星见性,啊,不明自信修法无义的时候,其实也,我们也提到这个无然结性,这一篇文章,啊,其实金刚已经讲到,菠落菠落蜜多,其实菠落智慧,做一个菠落法门最重要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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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到这个,所谓的,出于有不然的,这个你的结性, 你真正的智慧之体,啊,其实你不可思议,啊,我们讲到,大法里面,提到这一部分的观点, 其实这个不是观点,啊,它包容了所有,包含了所有,这个过去,啊,无量诸佛的修持, 包含这次的释迦牟尼佛,整个打开来了,包含联光大师,打开来这些东西,啊,因为宇宙传承,宇宙的创造者,它打开来的天机,呢, 诶,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虽然,各位听到我讲到,说,大法两个字,啊,可是你可能不知道它,它到底是,诶,它真面目是什么,啊, 因为正法在传出来,这个宇宙跟我们大法在传出的时候,时间有限,但是呢,在之前呢,万魔出动,啊,万魔出动,正法传万魔蓝,啊, 这个,整个空间场里面,啊,布满,啊,在乱世,啊,末法乱世的时候,其实干扰因素非常非常的多, 我之所以不直接讲明它的,其实各位都非常熟悉的,真的非常熟悉,因为, 整个过去,在传这一步伐的时候,这时间到现在二十五年多,啊,二十五年多,啊, 哦,如果到今年五月十三的话,就是第二十六年,在二十五年的传承里面, 这个节者把宇宙的根本大法完全打开,啊,而且,啊, 针对宇宙的层出怀美,宇宙最后的处理的,啊,宇宙正法已经,啊,得到阴满,啊, 一直到结束,啊,阴满结束,剩下,现在在人间这些的修炼的人,啊, 啊,我们讲过,啊,现在人间的绝大部的人,都是天上下来的, 所谓千我灵魂万祖下界的真正的真相,啊,其实在现在,一直在打开,啊, 很多天机都要打开,故意的来历,啊,因为不可思议,啊, 所以才有妙法灵魂经这个,啊,要大家修,直接修佛城,啊, 不用再修罗汉跟菩萨, 啊,为什么不用修罗汉跟菩萨,啊,其实那个,啊,修行次第, 在现在来讲,已经来不及了,啊,在过期,大家都修炼过了,啊, 很多都不用了,直接就直接,从佛罗国里修起, 这个就是整个,宇宙根本大法在传承,啊, 在释迦牟尼来讲,它叫做佛城,啊,不是菩萨城, 也罗汉城,直接是佛城,从佛罗国里修起,啊, 那所以在这个非常殊胜的大法的修持之下, 我们用喝一场,我们只是一个很普遍的修炼, 比我们的明白的华礼,我们来看待,来解一下, 小法解,啊,就是对于我们过去修持过的这些经典, 我们来,啊,稍微跟大家看一下,啊, 当然主要是以佛家的经典,啊,比较多,啊, 啊,我们都可以解,那道家经典也好,啊, 一样,啊,不管在东西方各宗教的经典,啊, 啊,跟传承,我们都可以有所,啊,有所打开, 因为那是创造宇宙的根本大法, 其实万教归宗,万教归宗归哪一个宗呢? 其实,就是回到你的本言,啊, 这个本言的传承者,本言的创造者已经来了, 这时候打开的东西是超过你想象的, 那一样跟各位介绍,如果你要去看的这个根本大法, 啊,其实,台湾的书店, 《易捷书店》就出了这个创世组,啊, 亲自,啊,亲自写的一本,啊,经文,啊, 这个就叫转法轮,啊,金黄色的,啊,书皮,啊,金色的字, 转法轮,转动法轮,乾坤症那个转法轮,转法轮, 三个字而已,啊,各位在网路上都一样买得到, 在疫情书籍台北桥下,重庆别路,啊,台北桥下, 那边啊,疫情书籍一样可以买得到,啊, 网路书店一样都有,啊,当然你也可以网路上下载, 直接下载到这本,啊,这本经文,啊, 其实是截者所讲的话,都是白话文,啊, 所以你我,一目了然,很容易看得清清楚楚,啊, 听的,看啊,都有,啊,也有讲法,录音,啊,都有, 那因为宇宙大法在人间,啊,传了,啊, 根本大法传了已经二十五年了, 所以后面的整个,啊,很多的讲法, 很多的法会的讲法,也都,啊,已经都展现在那边, 各位从主要的经典那边,啊,可以看起,啊, 那我们今天讲到,为什么讲到无然洁心直观经解脱之道呢, 因为他把我们一般佛家在修持,啊, 闲密在修持上,啊,很多非常复杂的观念, 整个讲,整个把它讲,啊,做一个非常精简的,啊, 非常,非常简要的,啊,直指人心的点破, 真正的点破,真正的点破, 我以大法传真者,啊,啊,修炼的这个,这个,啊,这个层次, 我们所知道的境界来讲,其实这个无然洁心真的是 就是直指人心也点开了一些,一些奥秘,真的奥秘, 那所以呢,啊,介绍大家,啊,有空也看一些这些,这些这个经典,啊, 这个无然洁心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啊,这个文章,啊, 很浅显,啊,啊,啊,如果印出来的话, 不过是六张 六七张的这个所谓的 A4的影印子 可是这里面的竞要切直的 大家去反复的去看 那反复去看的时候 对于我们在讲到大法在帮各位讲到的 这个所谓的你的来历 就有相当的 相当的一定很容易的进入状况了 因为现在的世间 清火灵魂王主下去 所以讲到说 前面有讲到密宗的一篇 一切如来星秘密全身设立 为什么讲到你 你全身设立你全身设立不得了 无来间直接点到你只是一个 你的一个结性 当然四万八千魂我们都在其中 那一切如来星为什么全身设立秘密全身设立 为什么讲的这么秘密 其实过去没人破解 其实你的本来的面目就是这样 你的来历非常高 那三界被创造 就是因为宇宙庞大的天体 在层次还没要崩溃了 所以才特别层层空间 创世主慈悲一念 沉沉下走 在层层宇宙空间中的 呼吁的一切那些层层非常大的天王法王天主 谁敢随他下世正法 改变宇宙不要再沉住外面 当然非常壮观 不可思议的那种 很多神都不敢下来 因为三界知道将来看到的三界 黑浪滚滚 宇宙颠倒的地方 不得了宇宙最低最低最低的地方 不可思议 但是还有一些很多的神 就是各位 焉以水创世主下来 邪下的事业 当然创世主也跟大家 约定了 就是他有他的事业 一定找到各位 把法传给各位 但人世间到这个时候 末王末节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乱世中 圣人真的 创世圣人 创世圣人 直接打开来传华了 那 因为 现在目前是全球普渡众生的 不像释迦摩尼佛几百人的普渡 都有讲到弥勒在传华的时候 这个是全球性的 非常多的 神秘都在德华 那因为宇宙根本大法在人间闯传 在释迦摩尼之后的第五个佛叫弥勒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写万王之王这幅书的时候 发现到说第五个佛下来 竟然 九百九十五个佛 弦节九百九十五个佛一起下来 不得了 怎么一起下来呢 然后通通被称之为弥勒之佛 不得了呢 这些弦节的千佛九百九十五尊一起下来 当然这是一个暗示一个影谊啊 他告诉了非常多的节者下来 非常多的天王华王 华祖 下世 下世到人间 转世 沦为转世的千万年 一直到现在 这一次呢 整个真相完全要打开 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在妙法连环经 从经的开始 要讲到这个佛城大法在人间打开来的时候 最后归一余 请大家归一余 这个是弥勒的时候 这个是不可思议啦 要直接讲呢 大家不容易相信 所以五千比丘比丘 有你幽博仪幽博仪幽博曬这个离环 当然不思只讲这个罗汉城 直接转到菩萨城 这个不可思议 这样的过去的不可思议 而且是讲到直接 又要羞耻佛城这件大事的时候 才更不可思议 那我知道台湾很多的这个集市 很多的试验 有几个主要的试验班 日本试验在拜这部妙法连华经 其实我们在讲妙法连华经解 小花解的时候 就点破了 其实他主要是讲 现在这个第五个佛 弥勒佛已经下来创法 其实他在天上不叫弥勒 宇宙根本大法创自主 他在天上的法号 没有一个神之道 就是创自主 没有一个神之道 这个结者 这个创世的结者 创世主是什么名字 哇 宇宙成神空间的神 都已经不可思议了 竟然没人知道 因为他来率更高 高到不可思议 但这次下来 其实在人间呢 其实现了人间的 一样一个人 一样一个人这样 在三界的道理啊 人间这边啊 要传法 一定要有人生 要转世投胎 一定要有人生 没有人生 不算修炼 没有人生 你不能讲法 不能讲法 否则会被 以魔 这种 来处理啊 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啊 你不能在另外空间 视线各种神通啊 然后让很多人去 崇拜 或干嘛 不是这样啊 你要真正用人的身体啊 去讲法 走在地上啊 很平 很平和的讲法这样啊 那让人真正愿意学习 愿意改变自己 愿意修炼啊 这个是三界定下来的规矩啊 但乱世中 一步振华在传的时候 万魔难 所有魔都出动了啊 啊 当年佛行的这个故事 各位应该知道啊 啊 末瓦时期啊 他将会破坏啊 批的架杀破坏 释迦摩里的法 啊 但这个又是一件事啦 这个一件事 现在来讲 说实在啊 啊 现在目前创世主 直接下来的时候 那因为他即将普渡众生啊 全球的真正的普渡 现在不能进入法政人间 宇宙的正法将在人间 展现啊 将在人间展现 这时候真正的展现出来的时候 各位啊 当然会见证到 他因为已经传承了 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地址啊 非常多的修演在修制这一步法 因为全球的普渡 所以呢 按照显结千活第五尊佛 真正普渡救人佛的时候 这时候显结千活第五佛 弥勒之名啊 啊 就用在这个 这个创世主的这一次的 那创法中啊 那所以 所以啊 我为什么直接称这个是 创世法王弥勒哈 在传这一步宇宙的根本大法 然后也简称佛成大法 啊 就简称大法 那实际上 他在过去 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大陆为什么会有气功 其实就是白法阻击 为了这次宇宙根本大人间 那在人间最显恶的地方 就是无神论的世界中心啊 啊 中国的大陆那边开始啊 所以 魔戒三部集 沿道宗族世界 那黑浪滚滚 就是讲到这件事情 其实魔戒三部集 讲到的实际上 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啊 啊 他不是一个 过去的神话小说 没有没有 那是讲到现在 只是各位 各位 啊 如果看热闹就看热闹 看懂了 看门道啊 啊 这是神佛给人类啊 的启示 包含这个黑豹这部影片 其实讲到的是 啊 这个地内人啊 一亿多年啊 从月球进入地球 地心的地内人 他在里面啊 成立五个王国 其中一个是黑人的王国啊 啊 这个现在听说 已经有七个王国了 那也 他们很快要跟人类见面啊 这个事情各位听听啊 你要记得 就有这回事就对了 那我以前来一本书 一十九十 专门在讲这件事情啊 上古神话 一十九就讲这个地内的人类的真正的文明史 良异的文明史 人类的一切由来啊 整个真相啊 全部啊 在里面打开 有空各位可以去看 啊 那 那 其实 回过来 我们讲到无然结性 直观自行解脱之道 这个是 呃 制止人心了啦 制止人心了 你的结性本来如此 是因为你的来率很高 不管你人间怎样 怎样沦为百事啊 造了多少业啊 其实啊 这些东西 总是有办法去散解 啊 散解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要义啊 啊 这个创始主 呼吁所有一些生命啊 啊 人家欠你的 你不要 给人家要了 所有呢 啊 你欠的都不要要了 啊 人家欠你的 你不要要 你欠人家的 也不要要 大家互相抵消 因为人类转世太又 太漫长了 这里面 造的业是 互相交叉牵扯 他不可思议啊 所以 抱恩抱怨的事情 在人世间啊 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样 爆发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非常残忍 都不知道 无缘无故 为什么这样 那这次充实呢 在宇宙呢 众神 跟无量的 世界的生命 也一样 宪告之间是一切 乱世因缘 皆得善解 大家互相之间欠的 都不要再要了 不要再要了 你们不够了 觉得说 人家欠你的不够了 这部分呢 有创自主为你 为你讲 为你补偿 给你都是最好的东西 接着给你的补偿 超过你想像的 为了什么 为了宇宙之间啊 现在在正法 大家不要轻易的 啊 浪位掉了 你这一次 有人的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大事啊 因为当你有这个人的肉身的时候 又遇到结者的时候 不可思议啊 这个创世主下来传法的 最后最后的救度的时候 你能遇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 啊 啊 这个转化轮啊 这是显像出来的一本 你看得懂的 白话文的 真正的法 啊 创世主传的法 你又能很 很容易都听到啊 那我跟各位介绍这个 其实你们在外面 应该也很多朋友跟你介绍过 甚至你就知道这个是谁 因为正法传欧魔兰 所以我这里就不直接 直接讲创世主的人间的名字 那在我们前面的一言中 各位都知道 他出生在赤头牧城 释迦牟里讲了 弥勒成活经的赤头牧城 刘伯文讲的金姬牧 中国变成金牧鸡 1951年 吐年出生 以牧子姓十八子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这个是创世主 在人间的现的 人生 那人的名字就是这样 但是 各位知道 千万不要被以前的各种 观念也挡住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小花姐 用这个其他的这种意言 四季大音来解开这个天机 就是这样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办过展览 就是解这个东西方 意言中的圣人出世 那一次到现在的话 我们用这空中语音的方式 在YouTube 用这个语音的方式 来跟各位介绍 这些过去我们学过的各种经典 包含我们把这个 我们前面展览的这些意言 全部用这个所谓的 YouTube的方式 影音的方式 来介绍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 知道这些天机的时候 赶快赶快赶快 你真的要赶快 传给你的好朋友 因为你们下来的时候 互相之间 我们下世的时候 知道人间 黑浪滚滚 人间险恶到不可思议 都互相叮咛 如果我迷失在这人中的时候 请你知道的话 遇到我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唤醒我 用你的生命来唤醒我 当年的那种互相叮咛 不可思议 震撼了宇宙天体 层层空间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大事 所以在人间里面 能够成为修炼的同修 成为在这个时候 有人的身体的这个 所谓的人类的一分子 还有很多没有人皮可以穿的 很多投身在一些动物的身上 甚至为了这一次童话大法 很多动物 很多植物 很多器物 都有生命在转身过来 所以要救度世人 救度众生这件大事 现在正在正在做最后的处理 最后的救度中 所以这个事情的因缘 不可思议打开来的过程 各位可以也刚刚可以参考 为神出了一本 后期术时代的 忘王之王 讲到忘王之王 当然忘王之王就是创世主 忘王是谁 天上的无量的法王 就是各位 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已经打开来了 所以我们之所以用很多 小花姐来介绍这些 最重要的主要的经典 其实都在点破各位 各位的来历 各位的来历的时候 才有这些像无染结性 这样的直观自行节 都是到呼吁你 要紧去打开 你去关照你自己的无染结性 其实这一篇直接就是属于禅宗的顿悟了啦 这个顿悟的过程就是也能讲 禅宗大秘宗 秘宗的大禅宗 同时因为就直接 直指人心点开了这一篇 可是最终点开了以后怎么办 你要得法 只有在这时候 创世主真正传话的时候 你要得法 你才有可能回去 因为没有得法 你现在只是一个半梦半醒之间 知道了佛性这个概念 可是却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这个历史没有给你打开 其实你是不知道这一源头 炎炎 所以也停留在一种 所谓的在那边感觉一下自己 顿悟啦 自己明白啦 就变成很自在啦 可是 不好意思 宇宙在毁灭的过程 沉住坏灭 最后爆炸的时候 其实一样 烟烟消灭 这是行神前魅 过去人不死还可以轮回转世 这次没有机会 整个宇宙根本从最原始 在这残残毁肠深残的空间里面直接炸火 比垮扩还更围观的你的身体 都要整个毁掉了 因为这宇宙特性的沉住坏灭的毁掉 因为太激烈太庞大了 所以创世主看到这么庞大天体 庞大的宇宙天体大穷 大到不可思议的无量众生世界 生命在里面 所以慈悲一念 沉沉下走的救度 非常慢的时间 一直到今天 今天 整个把这部宇宙根本大法在人间传出来 就是要给各位随他下走的这些 无量天体的王法王天主灰气 各位啊 各位啊 从这篇无然洁性直观静音节都知道 你就顿入这个所谓的你的洁性圆满 你以一个神一个如来境界层次 从佛城大法这个层次 赶快进入状况啊 赶快进入状况 当你接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 撞火轮这个法的时候 从此传直接传的这部法的时候 你就得了这部法 请你看到这一边 这个这个撞火轮的时候 请你从头到尾 一字不落一 从头到尾 把他看过一遍 你神的一面 那是过目不忘的 你就把他看过一遍 不管任何干扰 任何事情 你就带着他在身边 行住桌 你有空时间就看 行有空时间就看 你要一次把他看完 那看第二次跟第三次 你的身心变化会完全不一样 你会解开所有所有人世间的所有谜 各宗教的谜 所有一切谜都会解开 为什么要我们也想做 为神要做一个所有的世界的 所有的宗教论坛 其实万教归宗 万法归宜 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有责任去解开的 其实生命一直都在睡觉 一直到得法的时候 那个就像插头电了 插头通上电了 生命才真正的觉醒 最近很多的一些作品 电影啊很多作品也好 都在讲觉醒两个字 人世间的每一件事 没有偶然的 哪怕你走出去跌倒 都没有偶然 天上下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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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冰袍 天间 很多的变化 这一切一切 没有偶然 自然不存在 自然不存在是因为里面有 无量的一些天机在被运转 无数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运作 只是人这边 你在读书 从学校里面读书 这个狭隘的观念 把自己框住了 人都不知道自己多么多么的重要 跟多么多么不可思议 所以今天才看到 这个社会里面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穷苦人家 跟所谓的 达官显贵 也看到这些 违非作歹 还有一些 不可思议的 是非颠倒 乱世中 人来 世人本来就是颠倒了 何况是末华末节 最后一座要毁掉之前 所以创世主下来 下来 下来 多久都下来 三界被创造的时候 就下来了 整个三界创造 无量众神 入息下来的时候 接着 创世主 就在这个空间 一直在结缘 一定要结缘 结缘以后受祭 他真正在传法的时候 一定都化 这个是历经了 非常漫长的日子啊 吃了无尽的苦 有时候 同一时间 要分身转世 去见 这些天上下来的众神结缘 所以 不是大家想象的 当然这一次 那这个创世主也转过过很多的国王 皇帝啊 东西方都有 所以为了结缘 还有很多不可思议不可说的 一些事情 事迹在 在转世中打开一些事情 那各位呢 要警醒的是 今天 今天 你是要得法的 你得法才能回去 不管无量的众神 你的无量众神 众神在你自己的世界 天 你的天体世界 你的天国世界里面 在等你回去 你的天国不是那小小的一个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世界 不是叫你去化成等了多少百年 万年呢 消了一夜才进入化成里面 灵荒化身做众生 这个都不是你要弃的 只是释迦牟尼佛 我当年自己说了一个阿弥陀世界 结果大家没事就 没事就往那边去 其实那还不是你的终究的地方 那是一个中间 其实有一个神佛让你来修持 这世界让你修持 你也有一点依靠 因为人心在释迦牟尼穿法的时候 已经五卓二世了 所以呢 那讲一些佛国信徒也好 讲一些修持的一些 阿弥陀佛菩萨法 各位呢 是有一个跟神佛之间的 言分 结上这个言 所以释迦牟尼来的时候 东方老子也下来 西方本来耶稣应该下来 这是天使大战 三天地上已经过了五百年了 这个事情耽误到了 但是呢 接着下来 把神的信息跟人类讲 这是真的 所以到现在来讲 今天创世主最后最后的 整个传法过程 解开所有的所有的谜 人类每五千年的 所谓改财荒 不是改财荒 但文明的毁灭 沉住外面的小小的文明 沉住外面中 亚特兰迪斯也是 时间到了 就炸毁掉了 沉掉了 人类有贼大半数 都 就烟灰迎善 但是生命不死啊 一样再安排下一次文明 为了什么 为了整个二级好 能够在宇宙根本大法传的时候 各位有庞大的智慧能量 这个能量 能够接收到宇宙根本大法 这一次创造真正传法 各位直接 直接呢 就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 将亲眼见证到这一步法的传材 各位 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讲 二十岁啊 二十岁里面的年轻人 可能还不是非常清楚 但 几乎大家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 邪恶系统向全球已经打开了 打开了这个创世主的事情 很奇怪哈 有一个破坏的这种系统来将 接着 接着 接着出现的事情 向全球打开 这个就是 世间颠倒的过程里面 也是一种干扰 可是在干扰中 这也红传了世界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创世主是谁 他传的法 刚开始用气功名义 其实他是宇宙根本大法 只是大家还不知道而已 那这些修炼者的传承 这些修炼的证悟的东西 其实我们有出一个修炼一 修炼杂志 创刚好 跟修炼二 他也都是一个典长版的 各位一样可以在三美术集 可以找得到 那很多秘密 很多天机 我们现在用微城消化解 逐渐跟它解开 是因为大家的来历不可思议 我们身为大法传承者 有责任跟大家打开 有真正的责任向大家打开 这个天机 那我们今天 无染结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 其实重点是 也是像这个禅宗一样 以动物的这种方式 留下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神机 各位不容易理解的是 真的吗 我真的是这么不得了吗 没错 多少的截者的证悟里面 告诉大家 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是大家不那么容易相信的时候 好 那我们今天再用微城消化解来解说 各些各大经典的经养 最后要告诉你 好 你的本性 你真正的来历 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 也不要小看你周边这些平凡的老百姓 你这些朋友 你这些孩子 这些都是不得了的古董 他们的来历多高 超过你想象的 当然 近期在床晚兽 进来天界里面 灰洞的神 看到了露西下来 所以露西下来 已经没有人皮可以穿了 转世到一些动物上 所以他们的福报都非常好 好 所以这个现象天机 其实现在都向各位打开来了 希望各位来知道这些天机 那我们这些所所讲的这些小秘密 小华姐 各位能够好多跟大家分享出去 因为所学的有限 所学的有限 只能也是讲的这么浅显的 当然还有很多证悟的 非常高的这些修炼者 各位有记忆 还可以看到他的文章 那我们只是一个抛砖引役 也希望这些修炼者 能够把他自己的真的的证悟 写出来 做出来跟大家 介绍这个宇宙根本到啊 创世主义来了 真的 世人都在把他等待 天地万物因他而存在 这个天机都在打开 真的天机都在打开 各位 你可以网路上打一个创世主义来 你也可以看到非常的真相 那维神在网路上有一个官网 我们把所有的资料 我们的海外展览也好 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艺人的图片 包含我们最近的这些 所谓的世纪大艺人的露营 影音呢 YouTube呢 还有我们现在小华姐的这些 全部都在官网上 这个是www.homeway homeway homeway h o m e w a y 2010.com 宏尾 微城 微城 微城工作坊 微城国际文创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 那我们今天呢 浅显的介绍这个无人结性 就是各位 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啊 就是讲到各位的本来面目 因为来历的这么高 其实现在才点破 这些如来自性你本在记住了 人体的奥秘不可思议啊 人体有层层空间啊 整个三界都有你的身体啊 这个不可思议到不可思议到这个 所以所有佛经讲到了很多神变啊 加持很多的真的变化 对不起 那都是真的哈 都是在你自己身体里面发生的 还有很多奥秘 其实当你了解原来你的来历这么高 你就看懂了所有的经典了 无人结性直观境界都知道 这个又是那么轻易的 告诉你真正的本来面目 我们今天就浅显的 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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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